大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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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俄羅斯1,960名違和人員抵達納卡地區 以確保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疆在該地區實施停火 秘魯國會以涉探和抗疫不力為由 通過總統不思卡拉彈劾案之後 幾千人繼續抗議 香港4名民主派議員被取消資格 全體19名民主派議員集體總辭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宣稱 一國兩制正式死亡 巴林首相哈里發在美國去世 享年84歲 他是全球任職時間最長的首相之一 也是唯一領導該國最長時間的領袖 及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蒙 在常海合作組織第20次會議上 加強經貿合作至關重要 加強經貿合作組織